因为如今的关系 王源这么说 今年组合有很多活动 因为三个人其实可能擅长的方面不一样 所以说有分开的活动 有组合的活动 就感觉现在 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三个人分开活动的时候 就三团火 然后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大爆炸 他们两个送你什么生日游或者生日祝福 我刚好生日那一天我们三个在一起吃饭 然后那天特别开心 还吃蛋糕什么的 滑雪 此外 王源近期参加蒙面歌王的一段视频在微博传播 让观众再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王源的唱功上 而对此 王源如此回应 现在名气盖过了唱歌 歌声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 就可能大家会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 也可能粉丝会戴着粉丝滤镜来看我 所以我就想在那个舞台上把自己的脸蒙起来 让大家真正好好听一听我的歌声 竟然变成这样子 照片中 第一组由妈妈带娃的醒醒面对桌上的食物 小眉头一皱四十谈判 第二组由姥姥带娃的醒醒二话不说 豪迈的端起一盆比脸还大的杂粮粥 痛痛快快的一饮而尽 面对妈妈带娃比黑姥姥带娃的巨大反差 无奈的张子怡只能陪一两张搞怪自拍 精准的传达了作为妈妈的哭笑不得 我不懂得甜言蜜语 所以只说好想你 他只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 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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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